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读着漫长时光 风吹过停留 吹走我的雨伞 都是因为你 让我等了有的 在这里 遇见你啊 带给我所有 所有的偶然 全都是冥冥中 早就已注定的灌溉 遇见你啊 我终于相信 人生里 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 只为了遇见你 小余总 我们跟瑞华合作这么多年 但凡是有降价的余地 我们绝对不可能提价 现在的百分之三十 我们已经是拿自己的利润 补贴给你们了 你也知道 现在这国际形势一路看涨 我们也没办法 可据我所知 您是玩最充的好家呀 不至于价格波动这么大吧 再说前几年 国际市场价格下跌 我们瑞华一直秉承着 友好合作的关系 也没有让你们 根据国际行情 打折销售吧 如果某些 瑞华内部的人员 让您产生了错觉 以为可以坐地起驾 就能坐手移工之力 还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话 那么抱歉 您信索然了 小余总 您脱绿了 我一向是在商言商 一视同仁的 是吗 我请您是前辈 我有话直说 你们所提供的黑金和配件 是用在镶嵌类珠包上 而不是塑金 瑞华的当家人林雪 也就是我的奶奶 他们把镶嵌雷珠包 已经交给我和余逸去打了 这是什么信号 恐怕您得好好想想 那林董事长 现在还真是一众年轻人哪 或好不闹人 我买这也出心 如果三天两头 吵吵闹闹的话 还不容易拍下车 谢谢余总 好 你看这百分之三十我 我知道 我今天说的话 你可能需要时间 去消化一下 我这次来找您呢 是想跟您商量商量 如果下一次呢 那就只能在商业上了 或许戏 最重要的 你隐蔽 我隐蔽 我隐蔽 你隐蔽 也有什么 我隐蔽 你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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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外公刚走 妈妈又在疗养院 出国对我来说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 但是国内现在的珠宝设计界 对你有敌意 你要是再这么坚持下去 也很难会有出头的机会 越是有人不希望我留下 我越要成功给那个人看 有没有想我呀 没有 你的工作怎么样了 对付一群老江湖可不容易 我嘴上说可以换掉那些供货商 可这个行业里提供可以进行和配件的那些公司 也就那么几家 他们现在集体要涨价 我又找不到其他货源 想跟他们讨价还价 筹码还是太少了 乍看起来这是个卖方市场 但是珠宝趋势一直在变 并没有什么材料是不可替代的 就拿K金来说 虽然软硬度更适合做造型 但是薄金的价值感 对于追求高品质的客户 明显更有吸引力 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调整产品线 至少让他们觉得 你对K金的需求是可替代的 所以 一段需求 就必要性改变了 外加 也就变成个满家 那我一家的空间也就更大了 高姐呀 高姐 接下来我谈判一定能成功 说吧 你想要什么加力 等你成功之后再说吧 好了 时间都不早了 我还要继续收拾呢 你早点休息 快 快 小姐 不要一眼 对不起 我回来吧 没能送你外国人去 没事 没事 小姐 我希望你还是考虑考虑我的提议 之前不让你进芮华 是像不让你决定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现在 没有其他的公司可以接纳你 我也不放心你去别的公司 你就到芮华宿庆祖 到我这儿来 有我在 没有人会欺负你的 以我现在的名声 有你做主 帮我找进芮华 一旦事情传开了 恐怕会对你有影响 这些年你在公司打拼也不容易 实在没有必要为了我添麻烦 这怎么会是麻烦呢 你也知道 我不信于 在芮华永远都是坏人 我也需要 一个能相信的自己人来帮忙 再说了 我在芮华辛苦了这么多年 偶尔行个方便 就算是领董事长 她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谢谢表姨这么替我着想 小姐 你和你妈妈一样 有当设计师的天赋 不要放弃 坚持下去 一定不要让你的天赋给埋磨 真想知道 妈妈以前的设计 是什么样的 你外公的那些东西 你把它收到哪儿去了 这是你妈妈生病之前的手感 你外公怕看了伤心 就一直把它收着 同时跟你外公学手艺 他当年的舍心 可比吴小次有灵气多了 虽然我很讨厌吴小次 拆散了我们家 但是从专业上 他毕竟是位大师 就连妈妈 也临摹了他当年夺冠的作品 你也要跟老子 小姐 有件事情 你外公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我实在不想看你就这么萌在鼓里 还把吴小次当作偶像 这样对你 对你妈妈 都不公平 我想 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 你仔细看看 这是你妈妈当年画的 她标注的是哪一年 这个日期 怎么会比吴小子参赛的时间 还早出了一年啊 吴小慈不但抢走了你爸爸高海 还抄袭了你妈妈的设计 才有了她今天的地位和名声 吴小慈 你太过分了 你自己看个报纸 你获奖的作品跟我的设计一模一样 你偷了我的丈夫 还偷我的作品拿去参加比赛 亏我把你当成姐妹对待 这么卑微无耻的设计界做得出来 有完没完吗 即便我们去参加比赛 你躲在这个小弄堂里 就是画上百幅上千幅也是得不到奖 现在我可是国际上认可的设计师 而你一个失败者 就好好地躲在你的小弄堂里边 吴小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别走 你不能走 你跟我说清楚 潘悦 这是我画的 潘悦 我知道我跟你离婚 你很难过 算我对不起你 但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不可能改变了 不要再纠缠下去了好吗 高海 我们夫妻一场 你一点情分都不讲吗 这个人 你帮他 注注为你 你也太没良心了你 高海 别跟他多啰嗦了 我们赶紧走吧 我想知道你别走 你干什么 你跟我说 敬礼你 你别走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 姐 姐 你没事吧 你快起来 他们也太欺负人了 姐 我们快走吧 高海 这是我画的 这真的是我画的 姐 你起来吧 这真的是我画的 姐 我看你 姐 他们就这么走了 姐 但我看你 他们真的有胖子 你妈妈醒过来之后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外公是个硬气的人 吴小子和高海出国了 他就论是含辛茹苦的 照顾着你还有你妈妈 这件事情 就全部瞒了下来 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你的意思是 如果不是吴小子 妈妈就不会遭遇车祸 所有的悲剧也都不会发生了 外公和妈妈都那么善良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这样忍受他们的羞辱和伤害 吴小子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居然还敢理直气壮地赶我们走 吴小子就是这样的人 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是非屈指 他想要的东西 他就一定会得到这个东西 别人会受什么样的罪 根本不是他会考虑的 做错事的明明是他们 我不能看着这种人为所欲为 我一定要替外公还有妈妈讨灰公道 小洁 你外公就是不想看到你这样的反应 我告诉你这些 也不是想让你冲动地去做点什么 我只是不想 不想让高海用慈父的样子来护怒 我答应过外公 要好好过我们三个人的小日子 别的事情也不要再管了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吴小子的所作所为 我怎么还能退让不管 继续任由他 霸占本该属于妈妈的荣誉呢 是 退让 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只会让自己无辱可责 可是 移卵即逝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你必须要自强自立 等有一天 自己更强大了 就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一切 你必须要自强自立 你必须要自强自立 enjoyable chip 下诊 妈 喝茶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于衣于直在干什么 供货商的价格 集体上涨了百分之三十 这样的事他们瞒着我 妈 您别生气 也是因为最近我出差太多 公司的事情 没有办法全部照顾得到 这是我的失职 其实那些供应商都是老油条 他们就是看人下菜碟 于是他们太年轻了 商场上毕竟嫩了点 一个个口气比天大 做事什么都不行 关键时候还得你出马 这些孩子们没有吃过苦 觉得做生意 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让他们多吃点亏 长点经验 以后就会好了 真要惹出什么大麻烦 我再去帮他们收拾 辛苦你了 你总是这样为别人着想 可是于直呢 还不理解你 他什么时候 能懂你的苦心就好了 其实 于直 算是我的儿子 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呀 谢谢你 我再看看 我应该的 你除了 我应该的 你只能这样 你怎么这么多 我应该的 你不应该的 他应该的 我应该的 你不应该我们社会 我以后还不应该的 他也不应该的 你不应该的 我有你 于总啊 そ大人都没有了 你年轻有为 我非常看好你未来的发展 可是现在几个供应商 态度都是一样的 百分之三十 是行业的供应价 我如果随便压价 只会坏了规矩 所以还请你见谅 那太可惜了 开金原料与配件 涨价百分之三十年之后 也就失去了价格的优势 我们需要 把重心转到薄金上了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 提高消费者 更看重高价值珠网 我们还得重新做产品定属 小宇总的意思是 要减少采购量 用薄金来替代 我们一直供货的K金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要不您问问 肃金产品县的牧总 他除了做纯金以外 还需不需要一点K金来调剂 我差点外行了 肃金产品一直针对的 都是中老年消费者 他们更喜欢纯金还有薄金 可是 黑金的柔韧度 比薄金更适合展现 设计的灵动感 难道小宇总要 迈着一板一眼的珠宝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日花已经跟磁链 展开深度的合作 他们都是设计界的翘楚 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的 这位小姐说是宇总的客人 你来啦 你来啦 嗯 那我们问一下您是 我是瑞华镶嵌组的首席设计师高慧 磁练的创始人吴小慈 是我的母亲 我一会儿跟高小姐还有约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瑞华现在有高慧小姐 还有吴小思女士坐镇 我们未来的趋势 肯定会像镶嵌累珠网花展 您这百分之三十的加价 让我们两家失去了 长久的合作机会 很可惜啊 我们就先走了 小玉总 我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要是能长期合作 我愿意损失利益 表达我的诚意 好 请 请坐 喝茶吧 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进来的时机很不错 说的话也很到位 成功化身压倒对方的 最后一根道理 我有那么重吗 这话天起来可不像什么好话 不过 既然你说的要感谢我 我希望不只是口头哦 那高小姐 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呢 我什么都不缺 最看重诚意 不如 你陪我逛街吧 男人最痛苦的就是陪女人逛街 这样才能看出你的诚意啊 走不走 所以原来你是想要虐我 不 考验我的诚意 所以 我能拒绝吗 你敢 先陪我逛街 然后喝一杯 走 走吧 小姐 你找我 我不是来找你的 那你是来找我的了 外公的事 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今天来是想问你 你有没有见过这幅手稿 你见过是不是 你见过是不是 小姐 别站在这儿了 进去说话吧 这幅手稿是我妈妈潘月画的 跟你当年在国际大赛得奖的那幅一模一样 我倒是想问问吴设计师 这幅手稿的标注日期 为什么比你的那个还要早出一年啊 那又怎样 你想说明什么呢 两幅共似一模一样的设计图 我妈画得比你早 你根本就是抄袭了我妈妈的设计 笑话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 小姐 小姐 小慈 小慈 小姐的外公刚过时的情绪难免激动 你不要跟孩子计较 过去的事 不管真相如何 毕竟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好吗 我怎么会跟你这样的吧 小姐 你万一毕竟是长辈 哪怕是为了妈妈 你说句软话行不行 你让我跟她道歉 我希望你跟妈妈 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你就听爸爸一句句好不好 无耻 从你离开我妈妈那一刻起 我就再也没有爸爸 所以以后请你不要动不动 就把爸爸两个字挂在嘴边 房子 欢迎随时来说 至于道歧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让你亲口向我妈妈忏悔 高姐 你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吴小丝说得没错 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证明 是她抄袭了你妈妈的作品 如果你再这么纠缠下去 只能被外界认定是不择手段的炒作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揭露她吗 如果抄袭的人 都可以想尽一切荣誉 而受害的人只能躲在角落 我实在不明白 那么努力做设计 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可言 是 但是你说她抄袭 她会说你恶意炒作 你说她欺骗大众 她会说你为了走工不择手段 而且外界天然地会选择相信 表面上还是德高望重的吴小子 高姐 打口水仗赢不了 而且毫无意义 司成 我让你来是要帮我想办法呀 不是让你给我泼冷水的 办法呢 是有 而且只有一个 就是你比她更强 不要不相信 当你的名望地位全面超越她的时候 你再去揭露她抄袭 不但不会被质疑 反倒会让所有人都想要听你说出真情 超越她 那我要等多久啊 现在就是因为她的恶意诋毁 我在珠宝设计行业几乎无法立足了 要我怎么赢她呀 所以啊 听取我的意见 去海外发展吧 高姐 你是非常有潜力的 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角 有好多家海外设计师 邀请我去海外发展 如果你愿意 我跟你一块去 等你闯出一片天地你再回来 到时候你就有了跟吴小子正面较量的资本 我再想想吧 我再想想吧 行 那你好好想想吧 我再想想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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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